2022年7月26日的時間 今天會有這宗新聞 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騎博馬看迪士尼煙花 野蠻旅遊,甜蜜留影 遊客氣爆,看到眼凸 這篇新聞非常值得大家留意 為什麼呢? 因為這宗新聞已經放在網上討論區 被公審 如果大家不想錯過 不想自己和網絡世界脫節 不妨留意這宗新聞 內容是這樣的 香港迪士尼早前恢復煙花會演 吸引大批迪士尼迷入場支持 其中不乏冒名而來的一家大使 誰知道 在大概近兩天的時間 當然是晚上放煙花 有遊客拍到一張照片 放了上網 隨之引起轟動 因為很多時候騎博馬 大家都會聯想到就是一家大小 但是 猜都猜不到 會發生在一對情侶的身上 原來事發 在上星期五 7月22日 網傳 有一張迪士尼煙花會演的現場相片 一眾遊客在現場觀瞻遠望的時候 其中最引人側目的 並非那些光彩縣木的火光 原來是一名衣著火辣的少女 看到她整個人騎上一名 相信是她男朋友 其實都可以是她老公的 肩膊上面 濫你旁人的目光 只顧拿起手機 去拍攝或錄影 那一幕的煙花 可謂一騎絕塵 肩上風光 無人可擋 網民在討論這宗新聞 其實反應都兩極 有些人覺得不足為奇 就說跟小朋友騎博馬差不多 嫌疑有些人就比較嚴厲 她就說 迪士尼公主也沒有那麼好服侍 甚至乎有些人看的角度 就是她關注周邊的人 她就說 喂大哥 堂堂一條女兒騎到那麼高 後面的人怎麼看呢 這麼怕吃虧 不如買一張白金卡 天天去吧 有些人就說 她後面的人 張張照片都會拍到她 真的不開心 甚至乎有些網民 就說笑地說 這條女兒是巨嬰 來的 這個標題 貫注於她是野蠻女友 其實在我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 坦白說 當然 在一個公眾場合 而大家都是一起做一些喜慶 或者欣賞一些事情的時候 當你如果影響到旁人 的確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我覺得 當然身邊的人 當然都可以叫她 喂 不如下來 作出一個善意的勸導 但是如果大家的目光 是專注於說這條女兒 是一個野蠻女友 而她的男朋友 居然這樣被她騎上去 笑她是一個巨嬰 坦白說 我覺得 作為一對情侶 假設她還是情侶 就算是老公老婆都可以 情到農事 她們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只要並非是影響 這個生態環境 男的好聽一點就是親老婆 中性一點就是尊重老婆 不好聽的可能就是怕老婆 或者伴侶 大家可以自己 代回一些詞 所以其實在騎駁馬這件事上 我覺得 不可以成為一個野蠻女友 比較更加貼切野蠻女友 這個字的話 其實反而是 前陣子的一宗新聞 吳伊利 就是爆 小龍女 就是她的女兒 的媳婦 叫Andy 這個真是野蠻女友 半夜打來 問回吳伊利 為何你還在這裡 為何你還在山 這個真是 我覺得影響到人 之餘 之餘 還要是 在這個 效度上是有問題 這個就真是一個問題 老實說 野蠻 你可以說是一個人的態度 有問題 你可以說他是很 巴辣 巴渣 但是呢 這個 就是 吳伊利口中所說 他的指控 就是這個 Andy 不單止是 巴辣 巴渣 性格上 有問題 人格上都有問題 是吧 他就在他的微博發文 就是 多謝你了 美女 教到我 教到我的女兒 或者兒子 就是 問老師 退學 不用讀書 可以享受人生 教到我的兒子 就是女兒 只要你 令到別人覺得可憐 別人會同情 也同時 多謝你 來到我家 偶爾就拿走些東西 拿去買 五年來 好像巨星一樣 真的 怕被人認出 經常呢 都帶著我兒子 或者女兒 好像是鷹帽 站在街上 讓人拍照 這樣 這樣 然後呢 然後呢 這個 吳伊利 他就說 我叫過警察 把這個Andy 趕去加拿大 但是 無奈 就是 他的女兒 吳卓林 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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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 這個 關係 非常之尷尬 他還指控 這個 真的 不是野蠻 那麼簡單 這些是恐怖 35歲 還怪別人的家長 其實就是 在說怪 吳伊利 為何不資助他們的生活費 這個真的很神奇 35歲 對不對 然後呢 病了呢 就是 吳伊利 就算病了 不做事 都不行的 叫一個 卓林 23歲 承擔責任 叫卓林去做事 目的呢 就是給一個好的生活 給Andy 這樣 那 這件事 就真的很恐怖 是不是 如果坦白說 野蠻女友 就是一個騎駁馬的定號 那 我覺得 這個Andy 就是 他 他除了可以能夠冠名 野蠻女友之餘 他更加可以冠名 是恐怖女友 所以呢 其實呢 簡單的說 就是大家都 最重要的是 戴眼識人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 那麼新聞就說完了 那麼其實 聽到這裏的觀眾呢 可以跟你們 去說一件事 那麼其實呢 來緊的 焦點視頻呢 我們呢 就將會有些少 一些的性格的 那麼以往呢 大家都會知道 就是我 Mac MacLo 那麼很多時候呢 都會可能有一些的 網絡上的趣事 或者一些的 新聞的時事 這樣 會和大家分享 然後一些說法 甚至乎 可能我都會請一些的 原學家 有一些的看法 有一些的預測 有一些的分析 這樣 那麼焦點視頻呢 將會呢 嘗試呢 向一個的 同時啊 新聞角度呢 是開一條線的 這樣 那麼除了我本人之外呢 那麼我還會加入一些 新的主持 主播 這樣 這樣就在一個的 在一些 時事上 或者一些娛樂新聞上 這樣就去 多作一些的 報道 或者一些大家的 探討 討論 但是 既然擺放在焦點視頻的 焦點新聞 那一定會有些少的 分別 和坊間 我們那個取材呢 會多數是 偏向於一些 可能是 命理 神秘學 心理學 的角度 去探討 或者 可能陰謀論的角度 去探討 那個新聞 OK 那麼可能 選材呢 亦都會有關於 這類型的話題的 這樣 那麼 不過 坦白說 當然不能夠去 確保 日日有片出的了 但是 我們盡量都會 嘗試 盡我們最大努力 去 將一些不同的 話題 去帶給大家 希望 接下來大家都會 喜歡 那麼 下條片再見